有关存在的氧化产物下例合相不正确 A选项二丙醇可氧化生成丙酮 二丙醇为二极醇 也就是相机所制的碳只有两个碳 视为二极醇 它进行氧化反应 然而有机反应的氧化 可视为脱去氢气或者是加氧原子 然后我们看二极醇 相机有一个氢 碳上有一个氢 刚好可以脱去H2 最后产物为 而碳要维持四根键 氧要两根 因此我们就在CO补上一根 视为双键 此为病痛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 甲醇可与强氧化剂 作用生成甲酸 而甲醇氧化以可视为脱氢及加氧 首先我们看一下 甲醇可以先可以脱掉两个氢 产物为HCHO 视为甲醇 然而甲醇也可以继续进行氧化反应 也就是可以脱去官能机的氢气 或者是直接加入一个氧原子 所以我们看官能机 CO湯机没有氢可以脱去 因此我们只好将氧原子加到碳氢之间 最后产物为HCOOH 视为甲酸分子 所以对于B选项而言是正确的 C选项 乙醇可被二个酸甲氧化生成乙醇 乙醇可以被二个酸甲氧化进行氧化反应 然而一样也是脱氢或者是加氧 官能机枪机有氢可以脱掉 所以残物并为CH3COH 然而太阳之间在补上一根拍剑 所以此为乙醇分子 因此C选项是正确的 而第一选项 二甲基二丁醇可被氧化变成乙酸 然后第一选项 二甲基二丁醇视为三脊醇 如果要进行氧化反应 一样是脱氢及加氧 氢要脱掉两个 而腔基只有一个氢 所接的碳并没有其他氢了 因此没办法脱掉氢气 所以不反应 也就是三脊醇不能被氧化 因此第一选项是错误的 答案为第一选项 因此准备